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是属于被星探发现的 和一般的父母送去 学舞蹈不一样 首先 王一博的长相大家都很清楚 虽然每个人审美不一样 但王一博绝对是个靠脸吃饭的人 娱乐圈里能唱能跳的艺人有很多 但王一博选择了努力 尝试了很多新的东西 普通家庭13岁就开始学街舞 普通家庭很难承担学跳舞的成本 王一博参加嘻哈比赛 被派往韩国训练 那么小 是学习的关键时期 未来还是未知数 一年的学习有这样的学位 说明他还是很有天赋的 长相也很好 乐华喜欢未来可期 学习不是唯一的出路 有些中高年级可能考不上好学校 其实 王一博是属于被星探发现的 和一般意义上的父母送去学舞蹈不一样 一是孩子喜欢 学了一年 跳得很好 参加了个比赛 16强了 长得太有明星气质了 所以被星探乐华娱乐发现了 想要牵他和培养他 所以应该一切学费什么的 是乐华负责的吧 最后 这种和一般意义上的孩子想学 然后父母掏钱送去学完全是两种概念 人家从一开始就赢在了起跑线 就是被神选中的那个孩子 如同一博歌中唱的那样 在茫茫人海中选中我 我就是最最幸福的那一刻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